上次上课的连结,基本上我是把什么呢,建了一个连结,这件连结上次上课有讲过 就是你先新增一个播放清单之后,然后呢,把我上传的影片放在这里面 放在这里面之后,因为它顺序不对,所以我讲过嘛,可以从这边旁边可以再去调整它的顺序 或者从旁边这边有顺序可以再往,那可以把它调整 让它排列是1234,那所以我们之前上课的顺序大概就是 从那个什么下载YouTube影片,下载播放清单等等的这些相关的顺序 如果有一些细节假如你没有太了解,比如说你可能像那两阶段验证 有些可能同学找不到功能在哪里,也许你可以把那个我的画面再看过一遍 你就照着我那个方式做过一遍,基本上你就可以达到两阶段验证 那这件事还蛮重要,你如果为了避免你的帐号被盗用的话 那这个还蛮好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如果要登录的话 假设骇客,他即便知道你的帐号密码,他如果不知道你的手机 或者无法开起你的手机的话,那他也没办法看到你里面的东西 所以这样相对的也会比较安全一点点 另外还有就是管理你的YouTube影片,影片怎么传上去了 传上去之后放哪里,可能很多人也找不到 这个地方我特别强调,如果你要找到你的影片的话 一律请各位从哪边找到呢? 第一个先登录你的Google帐号 第二个的话呢,从这个九宫阁这边找到YouTube 那YouTube它自动会帮你登录你的YouTube帐号,因为Google跟YouTube同一家公司 YouTube是Google公司的算是经济母,每年帮他赚非常多的钱 那进到这边之后的话呢,它当然进来会是一个播放模式 所谓播放模式就是你喜欢的啦,你常看的啦等等的 或者什么观看记录,稍后观看等等的 有没有,这边之前你看过都会在这边显示 那如果说你不是要观看模式,而是要什么呢? 而是要你要成为一个影片的创作者的话 那他提供一个所谓的创作者工作室 那也就是你之前上传的影片呢,一律都会被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个创作者工作室里面的影片管理员 不过你进来之后啊,他会先一个资讯主页 这个资讯主页里面的话呢,会显示你的影片放上去之后 有多少人看过,看过的,看过的多少人 那时间看过,订阅人数有没有增加 另外你可能会赚多少钱 因为这个频道我是拿来上课用的 所以里面还没有什么东西 也许我可以demo一下我自己其他频道的情况 每一次每一次都会有新增 观看次数也好,或者订阅人数也好 那另外呢,关键就是预估收益这边也会出现 你也看到说,哦,影片传上去好像会赚钱的感觉 那你就会一直会很,比较积极的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会尽量会想说怎么样让这件事情的获益更大 然后脑袋里面会开始想 而且每个月真的会有钱进来 那大概感觉就蛮好的 那个您的预估收益是他自己透过程式帮你 收益是他大概推估的 不过理论上大概也不会差太多了 顶多是差个几块美金,几十块美金 大概不会有差太多的状况发生 那大概就是按照什么观看次数来看 如果你要出估,我前面好像跟各位讲过 大概一般YouTube有算过了 我自己也算过,大概每1000个观看次数 大概如果你有挂那个广告的话,会有一块钱的美金收益 所以这样推估,你大概都知道了 也就是如果你的那个影片的观看次数 一个月里面,假如说有100万次的话 你大概就会有1000块的美金收益 大概会有3万块 所以如果说你要成为一个全职YouTuber 你收入有3万块 至少你的频道的观看次数要有100万次 但是也不是说只有一个频道 比如说像我自己可以有一直一直 因为频道可以一直创 你一个账号有没有 你可以不断在开新的频道 所以你不同的频道可以放不同的东西 自然会有不同的获益 当然全部加融起来 你就会产生不少的获益 当然这个提供你会参考 如果你真的积极经营的话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方向 因为你会发现 只要你的影片是大家想看的 那基本上应该也不会差太多了 所以现在有一些年轻人 就拍一些大家都会转船的影片 但是那些有些影片也太刺激了 像之前有些是什么 爬到高楼上面 然后他拍那个很刺激的影片 就是那种什么极限运动者 但是最近好像也有什么一些悲剧发生 因为他为了拍那些东西 他其实是要冒很大的生命危险 OK 不然他影片一上传 哇马上疯传 大家为了要看 哇不得了 那个画面实在太惊悚了 爬到什么高楼 或者爬到高山上面 然后就 就是爬一些 把那个人 就是趴在上面这样的动作 OK 那之前我们是主要第一个 先了解怎么上传 影片放上去 记得你的影片 一定是从创作的工作室里面 进来之后呢 请你找到那个影片管理员里面的影片的部分 OK 那另外的话呢 当然影片里面呢 还有一些我们前面没讲过的 第一个 在每个影片的 这个 它的右方 有没有 它会出现有一个箭头 那其实呢 云端剪辑工具呢 全部都摆在这里面 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跟各位讲的是 比较最重要的 那为什么 因为我每天都在用 这环境对我来说 熟悉到一个不行 但对你们来说 可能还蛮陌生的 那我 大概讲 我觉得比较重要 因为它这个环境设计的 没有非常友善 有时候很多人常在这边迷路 找不到功能 所以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些比较重要 你大概就记 你该记得 我想以后你在操作YouTube上面 你就会比较顺手了 就第一个 从这边进来 进来之后的话 记得切这边就对了 切进来之后的话 大概每个影片 这边会有一些相关 旁边会有你这个上传的日期 另外的话 你这个影片的状态 是私人的 还是不公开的 还是公开的 有没有发现 这边都会有图示 如果这个图示锁起来 表示你这个影片是什么 对私人的 有没有 那这个影片呢 这个有个连结 意思是说不公开 但是你如果给人家 人家才可以看得到 OK 这个的话呢 一个地球 一个地球的形状 那就是完全公开 所以有的时候我根本不用看 我大概看图 我就知道说 我这个影片的状态 所以有的时候 你可能要 就不用特别 还点进去看一下 当然如果你要修改的话 很简单 你可以点击它 它就会跳出一个画面 比如说你要修改成不公开的话 点击它 然后它就会跳进这个画面之后 你就去修改什么呢 修改这边 有没有 它有一个私人 公开 非公开 比如我要改 非公开 改完之后呢 记得哦 请你按下储存 因为如果你没有储存的话 那这个不会帮你去改变哦 有的时候你没有储存 跳开 抱歉 没改到 还要再来过 所以储存之后 那储存之后的话 你回到刚刚这个画面 它就会帮你更新 理论上呢 你可以看到刚刚的图示呢 如果没有变更的话 请你怎么样 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的话呢 上面如果没有重新整理按钮 按一个F5啦 F5就重新整理 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OK 你会发现呢 它现在的状态呢 就变成非公开了 有时候你回上一页 它没有马上更新 那你把它重新整理 它的讯息呢 但就会又出现了 那其他呢 旁边这边还有一些图示 比如说这边都是零 表示说因为这个影片 没有人留言 那这个影片的话呢 喜欢的人有多少个 比如这边后面 假设影片下方都有点赞 还要点LINE 有没有赞跟LINE 那当然 这个也是上传者最关心 像我很关心这个 我还会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人给我点赞 如果点赞的次数多的话 表示大家都喜欢这个影片 如果有那个点不好的 那当然也会稍微妙一下 到底这个影片是怎么回事 诸如此类的 所以有时候其实可以透过这些 相关的状态 你根本完全不需要点进去 你大概就知道 每个影片的情况 这个是因为我熟悉的 每天都在用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每个影片的这个箭头里面 又藏了一些东西 那这个藏什么东西 跟各位讲过 如果你希望呢 针对这个影片 做什么呢 它的资讯跟设定 里面比如说你要更改它的名称 更改它的里面的说明 跟它的tag的话 诸如此类你可以从这边进来 那强化的话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做一些后置的动作 包含你可以针对这个影片做什么 云端的剪辑 剪辑可以在云端上剪 不过有时候云端上剪的缺点就是你 那个速度不够快的话 比较容易卡卡的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做一些特效 什么特效呢 包含就是甚至里面还有一个最新的功能 就是让那个里面的人的脸打马赛克 因为现在有些你在路上拍的 可能有人要有肖像权 如果你把人家拍到别人的他的脸 传到你的YouTube上面 他如果看到的话 其实是可以告你的 因为他有肖像权 你没有经过他允许 没有同意 为什么你可以把我的脸放在你的影片里面 那怎么办呢 你必须要打马赛克 这蛮重要的 我发现在台湾这观念没有很兴盛 但是在日本的影片 有时候你看日本的YouTube 他们的影片 只要未经对方许可 你会发现每个人的脸都是马赛克的 那除非你得到对方的允许 他就不会是打马赛克 那问题是你要打怎么样打马赛克这件事情 其实在强化里面就有这个功能 而且这个强化的功能还蛮厉害的哦 它里面还有自动打马赛克功能 只要看到人脸全部打马赛克 OK 而且还有一个全部打马赛克 只有其中几个不要打马赛克 它有这个新功能 而且这功能还是最近才上线的 之前本来没有 那这个功能我觉得它有点像那个Google地图里面 Google地图里面像车牌跟人脸一律打马赛克 它其实是自动辨识的 它可能把那个功能搬到这边来吧 而且等一下我们会看哦 还有音轨 所谓的音轨就是说 如果你希望呢 你那个影片的背景声音去掉 然后呢 用另外一个音乐把它盖掉 但是你如果用音轨 特别之后 你不能说你拿那个别人的音乐 比如像范伟奇音乐 它的MP3放在那个背后 它这个是有侵权疑虑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得到唱片公司的允许 你怎么可以把它公开 甚至你如果拿它来做商业用途的话 那更会有问题 所以呢 这个所谓的音轨 是YouTube它想到这一点 它得到其他同意分享的那一些创作 音乐创作者的同意 免费让你使用的音乐 所以你在里面可以选一些 所谓人家授权过的哦 你可以放在你的影片里面用的音轨 不过它那个音轨太多了 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这个部分 还有什么呢 什么结束画面 是不是最后一个Ending 你是要补一个什么东西 或者注解 那所谓注解 就是你在播放的时候 会跳出什么 有些智慧在那边说明 智慧在那边说明 那个箭头 或者云说 有没有 就会像PowerPoint也这样的话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注解 那这个功能要怎么使用 其实还蛮好用 因为你这个功能如果会用的话 那你可以借由影片跟你的观众对话 比如说你可以 甚至还可以做外部超连结 比如说讲到这里 如果请要看什么 我讲到的连结出去的话 那你可以做一个注解 那边可以超连结 按下去它可以跳到另外一页去 这个里面可以做蛮多的 那这些功能的话 就是平常也是我平常做会用到的 那资讯卡用的比较少 因为它可以把什么 也是一样 把相关的影片做成资讯卡 让使用者可以再播放 那其他像字幕 字幕部分的话 也是我们前面讲过 比如说影片本身没有字幕 那你要如何呢 能够快速的帮你产生字幕 它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要钱的 一个是不要钱的 要钱的就是说 它可以请其他公司帮你翻译 翻译完之后帮你放上去 另外不要钱就是你要自己打 它提供一个自己打的功能 不过那个自己打的功能 还是需要花时间 变成你什么 听打听一遍打一遍 听一遍打一遍 所以加字幕真的还蛮累人的 但是目前看起来好像 没有更好的方法之前的话 那这个算是还不错的方法 那最后的话呢 还有所谓的下载MP4 那什么叫下载MP4呢 就是你影片传上去之后 他会帮你备份 备份在哪里呢 在你这个影片的管理员里面 意思是帮你放在云端上 那如果哪一天 假如你那个硬碟资料不见了 影片不见了 那如果你希望怎么样 从云端上 有点像备份嘛 再下载下来的话 其实你就直接下载MP4就可以 所以我讲过 YouTube也是一个很好备份影片的地方 你就把它丢上去嘛 哪一天如果影片不见了 没关系 在上面可以找得到 只要你这个账号密码不要忘记 其实 所以我会有两阶段验证 账号密码也一定要记起来 不过如果你有两阶段验证 即便密码设定的比较没那么繁琐 应该好像还 因为如果真的有人知道了 但是他还是要过第二关嘛 收简讯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 下载MP4主要是可以备份 另外的话呢 如果说你的那个影片 你传上去之后 那你担心你会找不到 比如说你传了一堆 但是问题是在影像管理员里面的哪里 你不知道的话 其实还可以善用一个功能 上面有一个什么呢 搜寻影片功能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传了很多影片 然后你不知道放哪里 这个搜寻影片不是搜寻别人的影片 这个搜寻影片呢 指的是搜寻你自己 目前这一个频道里面的影片的功能 所以以后如果你传上去的影片 那你假设你找不到 它这么多嘛 因为一堆影片 那你如果要找的话 你可以用搜寻的方式 它也可以帮你找到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也许先了解一下 这个上个礼拜 我们有把影片传上去 但是有些功能还没做说明 那这些功能呢 待会会陆陆续续跟各位做说明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播放清单 这上礼拜也讲过了 上次上个讲 就是第一个一样做新增播放清单 那你可以选择到底是你要哪一种模式 那新增完之后的话 你可以再怎么样 把影片放进来 那影片放进来 我们有做了两个 一个我是用蔡博章 这个人他里面 假设有剪了三段影片 传上去了之后呢 那你可以透过什么 建立播放清单之后 进到里面有个编辑功能 你可以呢 再到这边新增影片 进来之后新增影片呢 把这上面的您的影片里面呢 分别再做选取 选取完之后呢 就可以把影片放进来 重新排序 那另外一个是说 如果你要建立一个播放清单 是你要怎么样 之后再看的 或者是说你要丢给4K video的download download的话 那你可以建一个台客剧场下载 比如说我举这个例子 找了台客剧场里面前五名的影片 然后怎么样 先建一个播放清单之后的话 那我就从那个地方去做下载 下载的方式的话呢 其实他就会帮我把这些 是别人的影片放在这边 大概有两种模式 所以请各位也许先把上个礼拜的 这一部分先准备好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针对有一些云端的剪辑功能 再做说明 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试一下 比如说你要做一些分析 到底这个影片 你多少人观看过的话 你会发现这边有个观看次数 两天前更新 目前观看次数有50个 而且你每个影片点进去 你也都可以看到 每个影片的观看次数 而且呢 其实YouTube 我觉得他蛮方便一点 就是说他还有分析器 分析什么 分析你频道里面观看的人 比如说男生跟女生占的比例 还有呢 年龄层占的比例 比如说几岁到几岁 因为你们登录的时候 都会输入那个你的生日 还有你的性别 所以他藉由这些 还有呢 你观看你影片的哪些地区 不过他地区可能只是用国家来区分 台湾地区的 或者非台湾地区的观看人数多不多 所以基本上我看到了 大概我观看者 其实有大概三成是国外的 不是只有百分之一百都是台湾的 远到什么南非非洲国家也都有 美洲国家也都有 只要能够连上网路YouTube听得懂 中文的华语的 其实他都会观看 排第一名应该台湾的 第二名大概是香港 现在香港人蛮多会观看我的频道的 因为这样的关系 其实接收到还蛮多 可能不是只有台湾本地 也就是你上 假设我上课 感觉上好像就不是针对 只有你们在上课 其实很多有兴趣的人 他也可以一直加入 也可以一直来讨论 另外的话 在这个频道里面我发现 它是还蛮甜的 它里面的话 还有可以切到我的这个 的首页的连结 里面我发现它除了说 可以把这个连结给你们之外 可以切到首页 首页里面的话 就是我部落格里面放的影片 然后我影片放哪些 我放了哪些播放清单 其实这边都有 甚至呢 社群部分呢 这个社群功能是新的 以前没有这个社群 这个社群的话 比如说我公布一些东西 它会在底下出现 那我就试贴了一些 可能我简报里面的东西 发现真的可以 所以这以后 只要有订阅我的频道的那个 等等 他就可以马上说到 其他还有频道 比如说我频道可能不止一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 他会把它列出来 那你可以很多类型 不同的课程 你可以放不同类型的频道 另外还有简介 简介里面的话 可以简介我频道里面相关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 YouTube里面 还可以有很多的相关的那个使用的方式 那当然订阅这个东西 有没有 他旁边也会显示说 我目前频道订阅的人数多少 目前那一万八千多人 其实不算多 但是应该也不算少 如果教学类的频道来看 应该也算是数量不算太少 那这个是有关频道的经营 如果有兴趣同学 将来 当然你目前没有这些东西 可是如果你希望把经营频道 真的当一回事的话 那你可能需要做很多的事情 因为你的频道现在可能进来之后 上面可能没有图 里面可能没有字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能要上面弄一些 因为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放一些我的相关照片 先至少让使用者 进来的时候不要看到说 这个频道好像空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就会感觉你这个频道的经营者 不用心 当然就不太可能会订阅你 所以用什么方式吸引人家订阅 这个也还蛮重要的 所以提供给各位参考 怎么去经营频道 首页可能进来 它可以设定 设定什么 让人家看到什么东西 然后什么播放清单 你最近有上传的影片都会看到 然后你有哪些影片 播放清单 社群的话可以跟使用者互动 频道可以做一些简介 那这个大概是一个频道经营的部分 OK 所以未来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些事情的话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来看就是有关 怎么样再进一步 利用云端的资源做后续的事情 因为上次上课 我们是用我们电脑里面的剪辑工具 但是假如你电脑里面 没有剪辑工具的话 那怎么办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有关那个字幕的部分 像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Ted X Type 假设我筛选器里面 找那个观看次数最高的 那我讲过这边有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好了 假设这一个 这个影片的话呢 就是刚刚跟各位讲过的 就是我们先简单看一下 大家能够让那个字幕出现的话 你可以点选右下角 这个字幕 你会发现 这字幕就出现了 但如果你没点的话 字幕就不会出现 有些影片会主动出现 但是有些影片不会主动出现 那怎么办 你会点选它 我当然讲过了 这个字幕的话 如果是中文 是要自己打进去的 但英文目前比较好 它会用电脑自动帮你辨识 自动帮你打上去 所以如果说 你如果英文的话 像我的做法 有时候如果说 有些英文假如讲太快 听不懂怎么办 你让它自动产生字幕之后 再利用什么 旁边有个翻译功能 它这边可以让你的字幕 自动翻译成什么呢 翻译成其他国家 比如说对方讲的是英文 或者讲的是哪一国 阿拉伯文好了 没关系 阿拉伯现在好像没有 假设它自动产生字幕之后 那我就用自动翻译 翻译成其他语系的国家 比如说翻译成 我们这边的那个繁体 然后我就可以知道说 它到底在讲什么 诸如此类的 可以用翻译吧 所以字幕其实有的时候 好处就是除了 跟 就是听得懂的 它比较方便 还可以看到字幕之外 还可以听不懂的 它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但是至少呢 它可以透过什么 自动翻译 可以知道你在讲什么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影步 如果你在下载刚刚的影片 你可以发现 里面有字幕 但是呢 如果你用之前的方法下载的话 之前就有同学下载 发现说 奇怪 老师怎么没有字幕呢 请各位看一下 在这边有个下载片段 有没有 它这边有一个是下载的那个字幕 如果你在下载的时候 你希望能够把字幕一起帮你下载下来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下载字幕 不过它这边的缺点是说 它这边有个什么汉语 其实就是汉语在这里 应该其实就是中文 而且是繁体的 那只是他叫汉语 有时候感觉就怪怪的 OK 没关系 那下载到哪里呢 也许 我这边可以把它再下载一次好了 我把它直接下载到我桌面上好了 直接放桌面 这样比较好找 然后下载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 它除了说原来的那个档案之外 你会发现它旁边会多一个档案 就是什么呢 它的那个档案 下载下来的话呢 除了MP4之外 它会有一个另外一个档案 就是叫.srt .srt 就是帮你把字幕全部下载下来 这样的话你才有字幕会跟着下来 那只是说因为这个字幕是人家打好的 那当然我们今天主轴是 如果你的影片里面没有字幕 那你要怎么让它产生 产生这个srt档 因为未来可能人家也会跟你要这个srt档 那怎么做 这个地方的话待会会跟各位说明 那你下载 你们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不过你搜寻的时候 可能要搜寻一下有字幕的 有没有发现那个筛选器里面有一个有字幕的 那你要找那个有字幕的 不然本来没字幕 你还是贴上 还是没有字幕 OK 那你可以发现这边会多一个 除了MP4的档案之外 下方会有另外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 它的副档名会叫做什么什么档名.srt OK 那如果你要把它打开的话 你把它点两下 你会发现它是无法开息 不过没有关系 你可以从清单里面去找什么 其实找记事本就可以把它开起来了 记事本 OK 这个我们用记事本来 或者你开记事本把档案拖拉进去也可以 那打开来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呢 字幕档 它基本上的那个规则就是长这样子 第一个它的副档名一定要点srt 第二个呢 里面一定是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然后呢 中间呢 就要加什么 第二个就加时间 从几分几秒 有没有 这个是分 不是 跟上 十分秒 这个是毫秒 多少毫秒 就是千分之一秒 就是17秒62到19秒02 这个中间会出现这个字幕 再显示在影片里面 所以以后呢 当然你 假如啦 你不用其他工具产生的话 你也可以自己这样打 可是如果要这样自己打的话 不得了了 所以有人怎么做 先打这个字幕 就听打 打完之后 再把时间轴放进去 也有那种软体 只是说那种软体的话 基本上还是需要打字幕啦 待会我们会介绍 云端YouTube上面 也有一个建立字幕的工具 已经很好用了 OK 那这部分呢 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 我刚刚是介绍 那个有关 那个TedX Typey 那你搜寻 观看之处里面 第三高的 就是刚刚那个 跟没有借东西 如果你要用这个练习OK啦 但如果你想要用别的影片你喜欢的也OK 但是前提就是筛选器里面呢 请你记得可能要点一下那个有字幕的它才会出现 那你就利用像我们上礼拜上次上课讲的那个4K Video Downloader 那在下载的时候呢 记得哦 它有个下载字幕的选项 请你务必要选择 你要的那个字幕的语系 那它的缺点是说 可能它没有什么中文繁体的 它只有什么汉语啊 这汉语怪怪的 不过没办法 那请各位练习一下 把那个这个下载字幕的部分稍微做一下 那我们下载完这一个之后呢 待会呢 其实主要是要用这个影片 我当然有用这个影片 当成我用云端剪辑工具练习的一个一个一个范本 OK 试一下 我们也先下课休息一下好了 OK